好歡迎收聽收看今天的藍燻時間 又到了每個禮拜二 我們經濟學人雜誌的單元 這個照例的邀請到的是沈雲聰 播在這個之前呢 我們播的這首歌是陳詩安所演唱的家具 我稍早已經開過你一次玩笑了對不對 家具嗎 對對對家具 大型家具我是不是 是是 再次的把我當大型家具在你旁邊 對對對 好這樣下次換一首歌好了 不是每次都要求一下這個雲聰 好這個雲聰到我們的現場來 哈囉歡迎 哈囉大家好 好這期的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 這個講的是美國的總統大選 但這一次的話看起來呢 這個算是什麼 他們的紀念碑對不對 這個原本 華府原本這個是紀念碑 白色紀念碑 變成一個紅色的 看起來像是個火箭發射台一樣 是不是 是這個意思嗎 是川普的領帶 共和黨 我那時候就覺得他看起來有點像個領帶 OK 是這個意思 好所以意思就是說呢 變得很川普 白宮變得很川普 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不管他進不進白宮 結果都是在這次的選舉當中 他似乎做足了議題設定 主導了整個的選戰 沒錯沒錯 這次的美國大選再過兩禮拜 就要正式的登場 我相信 親自選可能接下來這兩期當中 至少也會有一期的負面故事 繼續的談美國的大選 但這一次呢 呃他是很嚴肅的 呃 把焦點放到政策上 嗯哼 你們發現我們現在的選舉幾乎不再談政策了 嗯 幾乎沒有以前都說啊要選選語能啊 要談牛肉啊 要看候選人的人格特質啊 品格啊 操守啊 你們發現這一次完全沒有這樣的議題 其實有政策 但這正常就是被拿來操操操作 比方說移民是不是一個政策 移民是一個政策啊 那就好好討論到底美國的移民 對對對 到底怎麼樣 沒錯 呃各自拿著大旗在那裡吵架 對或者是說去直接貼標籤 直接呢呃這個造造謠 什麼呃移民很多啦 移民進來都吃你家的呃 從我啊吃掉你的貓吃掉你的狗啊 然後的話呢 都讓啊這個呃 像是這次碰到這個颶風襲擊的佛州啦 本來拿去治水的預算 通通都拿去弄在這些呃非法移民的身上啦 反正就是這些 嗯沒錯啊 沒錯啊 所以呃 這次經濟學院就很仔細去看 仔細去看的呃 目前兩黨呃 嗯 擺皮書他們所提出的政策的主張 然後他們就做了一個很重 一個觀察啊 嗯嗯嗯 就是不管接下來十一月呃 投票之後誰入主白宮 他認為呢都算是川普贏 嗯 因為目前的政策 目前的議題看起來都被川普給一統添加 哈哈哈哈 嗯嗯嗯 就被他拉著走 嗯嗯 呃為什麼這麼說呢 經濟學院這一期的美國欄目啊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呃他九篇文章裡頭特別專注了八項 美國目前呃大家很關心的政策 嗯 那他呃沒有特別 就他扣除了墮胎 嗯 因為墮胎這個議題兩黨是旗幟鮮明的 對對對 呃其他像移民啦 呃貿易啦 嗯 稅制啦 能源啦等等喔 結果他就發現 欸其實賀錦麗 目前的談話跟主張 雖然他自己沒有其實賢明很大聲的講 可是呢都已經在默默幫共和黨以及川普的政策在背書了 嗯哼嗯哼 怎麼說有這麼嚴重嗎 比方說移民政策好了 嗯 呃你仔細去看這個民主黨跟哈里斯最近的這個談話 基本上呃也都是採取某種對這個移民要強力的管制 嗯 呃的這樣的語調 嗯 甚至包括共和黨所提出的法案裡面 有一則是要求呃移民官員在申請建數過多 特別是異常過多的時候 要暫停暫停這些移民的庇護申請 嗯哼 因為要知道就是美墨邊境對 人家進來嗎 嗯進來之後啊他就要提出庇護 就有個上限的概念就是這個您這個好像提了蠻蠻蠻蠻久了欸 沒有其實在拜登 一個一個兩個月 啊所以就是之前提出 就賀錦麗目前基本上就等於同意了 嗯他如果呃當選的話 他基本的政策會維持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其實跟拜登時期呃的放寬的做法是非常不一樣的 嗯我們知道呃這些美國移民這些移民他進入境美國之後 他就可以去申請說啊呃這個這個我為什麼要來 為什麼需要庇護我因為我在家裡受到欺負 是沒錯啊 那過去川普的時代這個庇護的申請的理由比較緊 但是在拜登的時候就放寬的非常多 嗯包括說你家裡呃社區治安不好也可以作為理由之一 那這也是引起很多美國人不滿 特別是共和黨支持者不滿的眾人的理由 那現在選舉這麼的緊繃賀錦麗的談話 當然也就順著這個呃民意而走 嗯所以基本上也就是等於經濟宣說 等於就是川普一直批評了這個做法 你現在也得跟著做就是了 嗯嗯嗯不過就相當程度的當然也跟他很成功的 用一些呃扣帽子的方式呢 呃牽制住了賀錦麗 比方說他就一直從賀錦麗一開始呢 一接下這個拜登的位置之後 他馬上就批評他是一個激進左派 嗯說他是激進左派啦 然後呢才會有所謂的什麼女貓奴啊 這種說法在范斯的口中出來嘛 我就覺得他事實上呢就有點像先前的那 那好幾個啊這個什麼 桑德斯啊那些就是民主黨的那些激進分子啊 包括甚至像以前歐巴馬也被他們冠上的共產主義者 就像共產黨一樣 所以我覺得某個程度這種狀況是奏效的 所以為了賀錦麗為了要讓大家覺得說 他證明他不是激進左派 他就會往中間往溫和派靠攏 所以有些部分的話就必須回應 或是說就是隨著川普的這個議題設定去走 可是你回到傳統的民主黨支持者來說 這等於是對他們的一種背叛 背叛 因為跟他們原本的意識形態 原本要主張的政治路線是不一樣的 你現在等於說你為了選舉為了選贏 呃等於不惜呃先拋棄 但是有很多嗎 就是除了移民政策之外還有別的嗎 因為確實移民部分的話呢 拜登的做法是不是太鬆 我覺得這個對美國來說 他們應該是要好好的討論才對 真的是還蠻多的落益於土的 不只啊另外一個更明顯的是能源啊 你看過去賀錦麗也是反夜演的 拜登也是反夜演的 對這個很明顯 可是現在你看因為賓州 夜演大州 然後現在又是關鍵的搖擺州 大家為了爭取賓州的選票 現在姿態都放了很低 對這個他被批評最最直接也最鮮明的部分 而且其實不是只有這一次的選舉 拜登過去這三年多的時間 美國的油氣開採也是衝下歷史新高的 所以並沒有因為民主黨執政了 他們對環境對減碳對傳統的燃氣的方式排斥 所以因此有任何的改善其實沒有 所以能源之外還有貿易也是啊 稅制也是啊 目前賀錦麗所主張的貿易政策跟做法 基本上維持川普時代的做法 拜登這三年多了也都是維持 等於叫做川歸拜隨 稅制也是 因為拜登這幾年 除了年鎖的40萬美金以上的 其他的制度的做法 其實維持是不變的 經濟學員說 所以也就是說 基本上從政策的角度看來 賀錦麗跟川普的差異不大 只是呢現在太意識形態兩極化了 然後大家都沒有去認真去拿兩邊的政策出來做比較 所以沒有發現這個很不尋常的現象 當然也有人是發現了 但是不講了 畢竟那個特別是民主黨來說 現在以勝選為上 嗯當然 OK好我們休息再回來 好回到藍軒時間繼續和沈英聰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那所以呢這個封面故事看起來的話呢 呃他們點出了一個在政策上面蠻荒謬的 但是在很多的民主國家了 尤其是如果說有某一個政黨特別擅長操作一些議題 做一個議題設定 然後呢做一些比較呢這個尖銳的 但是很容易這個撩動 這個民眾情緒的那些話語的話 通常他卻主宰了這個整個的選舉的節奏 以及呢議題的方向 那顯然的目前看起來 川普啊這個在美國的總統大選當中 扮演的這樣一個議題設定的角色啊 嗯那呃我覺得 我說到底 我還是覺得跟他們的選舉制度有關 就當然跟川普的個人的這個風格 和形式風格跟美國碰到的一些問題有關啊 他很容易用一些比較表面上的現象 去呃去去賦予他自己認為的一個可能原因啊 或者說去去攻擊對方 但是他們的選舉制度 你說那幾個你剛剛講賓州 確實上他賓州那麼多的這一些 呃油田啊這個什麼啊 液鹽氣的這些工人 那到底要何去何從 嗯啊包括一些什麼汽車產業啊 什麼什麼的鐵鏽帶 我想這些部分都會讓他們變成說 少數的幾個關鍵州 他那些選票影響了整個 否則你就普選 如果說就普選票 正常的投票來說 賀錦麗目前大概就已經是 確定他是領先了嘛 他何必在這些 呃議題上面必須要改變自己的主張 對啊經濟選人基本上也是這個看法啊 對啊 因為現在關鍵就集中在六到七個搖擺州 而且這幾個州現在看起來是非常緊繃的 之前還說賀錦麗有領先的趨勢 但這個趨勢現在也停下來了 兩邊現在就是停留在只差一兩個百分點之間的差距 對差不多 所以當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民調中心 沒有任何的媒體敢斬釘截鐵的說 這次選舉最後會贏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賀錦麗當然是小心為上 其他州反正安全是安全 否會贏也是不會贏 所以就集中在這幾個州 所以賀錦麗這種在政策上 川普化的現象 經濟選人說這叫quiet adoption 沉默的安靜的接受了她 對她來說 在這些關鍵的搖擺州 搖擺州是有幫助的 因為你至少避免刺激到共和黨的支持者 避免刺激到那些原本就支持減稅 支持要對中國對俄羅斯採取更強硬姿態的這樣的選民 反正你的支持者鐵票區也不會跑掉 但經濟選人說在這種情況下 回過頭你看從川普的角度來看 他變成了真正影響政策的人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美國的內部 水資啦貿易啦 這個移民啦 等等議題 其實外交上也是 對中貿易 其實外交也是 表面上沒有錯 這個 川普現在看起來 好像對俄羅斯比較友善 對烏克蘭比較不利 然後川普現在一說 總之被他像工業組織 你們要保護自己歐洲的安全 就要自己出錢 美國人不再當這個凱子 所以表面上這兩個看起來是不一樣的 可是實際上經濟學人說 川普雖然講的很兇 其實還好 而賀錦麗雖然沒有什麼太大聲的 什麼要反俄羅斯啦 要這個反中啦 可是其實可能實際上下手還會更狠 為什麼呢 因為說接下來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中 最重要兩塊 一塊是中國 一塊是中東 特別是中東 沒有錯 這個 川普我們都知道他會 挺 這個挺以色列 對 他前幾天還打電話給拿鐵亞呼 不是嗎 對啊 其實賀錦麗也是啊 他當中的時候當然還是會繼續挺以色列 而且他現在已經講了 不會那麼容易就跟伊朗坐下來談 所以本質上還是跟川哥是一樣的 然後 烏克蘭跟俄羅斯 當然目前看起來差異大 可是呢 川普他未必可以真正做到 一上來就喔 兩個坐下來摸摸頭 然後戰爭結束 為什麼 因為他也怕 你如果因為現在坐下來看起來就是 普丁的氣眼比較高張嘛 所以普丁看起來也會站上風 其實川普也是很怕 在這一次談 如果接下來坐下來和談 然後你讓普丁覺得哇他大獲全勝 其實美國也很丟臉 那當然當然 我其實現在都已經有一點點 我就可能因為台灣選舉的關係 我都覺得選舉的話語跟未來上台之後的執政 基本上是兩碼的事 所以我並不會覺得說他們現在說什麼 他真的上來台之後馬上就會這樣幹 所以如果說依照川普這種說法的話 那他照理來說 他在俄羅斯戰爭當中的態度 他應該如果真的重新回到白宮 一定馬上就叫烏克蘭投降了吧 我覺得不可能嘛 但是我覺得不可能是這個樣子做的 對對對對對 所以經濟學院其實也點出 現在可能為了選舉 當賀錦麗川普話 川普看起來是極端話 所以他現在喊出的很多的主張 都比他年初所喊出的還要加碼 比方說好了 原本說要對所有的進口商品 課10%的關稅 他現在喊到20% 然後對中國呢 他說要全部課到60% 然後對台灣的這個 要求我們自己的國防預算編了 已經要我們編到多少了 已經加倍了 10%了 幾乎是佔我們的所有的這個 稅出幾乎是佔了 百分之七八十了吧 可是我覺得他是會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選 我覺得要談是談選舉的荒謬性 大家競相加碼到這種 就你做不到一樣喊 就像炒菜一樣鹽巴又越下 會越下越重 越吃越重鹹 然後大家真的覺得說 他當選之後會這樣幹嗎 好像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經濟選友有預告說 他下個禮拜呢 會進一步的針對剛講的這些政策 接下來會對美國未來的經濟 帶來什麼的影響做追蹤 OK好 所以我們再繼續觀察下去了 但是我覺得在談這個美國的選舉 這樣的一個現象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們也是啦 就是說我們的選舉已經 越來越脫離現實 然後呢那種比較像是那種 敵意螺旋式的不斷上升 講到最後的話呢 他們吵他們的 大家選民心裡面都已經有個 很莫名其妙就覺得說 啊隨便吵了 反正當選之後搞不好 他們也都各自會 做他們當初跟選舉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事實上是一個很奇怪的 那如果這樣要選舉幹嘛呢 要提出政策幹嘛呢 好像都已經已經變得都非常的詭異了 非常的扭曲了 好許呢不只是台灣美國 我想很多都是面臨這樣的挑戰 好我們繼續帶回來 好回到藍燻時間繼續和沈英聰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啊 好那接下來聊一個話題 事實上也跟這個美國總統大約有關啦 這個全球的選舉年 有很多選舉嗎 接下來 日本要選舉 然後的話呢 德國也要選舉 南韓是明年對不對 我們有說就講啦 今年是全球 啊很多對不對 但我在想說 我們附近比較熟悉的國家 但就點在於說就在 第一個是選舉年 第二個是戰爭年 嗯 然後的話呢我是真的覺得 這個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我這兩天一直也去想要聊 都還剛好沒有沒有沒有聊到 我覺得今天剛好也蠻適合聊一聊的 我確實覺得其實今年和平獎 我我主張 後來我看到有這個 以前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委員出來說 他認為今年應該重缺 我也覺得應該重缺 雖然今年後來頒給了這個日本 這個原子彈爆炸的一個委員會 就當初原爆等於是在上一次的原子彈爆炸 是在日本在廣州廣島跟長崎 那也因此他們就成立這個委員會 就過去的幾十年間 他們不斷的推動非核化 推動這個等於是原爆的這個受難者 等等的一些活動 所以我覺得今年他們特別頒給他們 當然是強調今年的戰爭 很多都在瀕臨 至少是嗆聲說要動用核武的邊緣嘛 包括普欽包括金正恩 包括可能的伊朗 或是說老美他們說 伊朗有這樣的一個動機 但是如果不搬呢 從缺呢 我覺得可能 我覺得這樣的力道是來的更強的 就對於我們抗議轉瞬間 為什麼好像處處烽火 為什麼全球突然之間 和平距離我們越來越遠 我是這樣覺得啦 所以這個經濟學問雜誌也 對啊我本來以為你要講說 其實我看到這個和平獎 我心裡就想到AI 我覺得未來的和平獎 很可能遲早會有一屆是頒給 有效阻止AI毀滅人類的科學家 對看看AI怎麼發展吧 不知道 對啊其實今年的 你看物理獎化學獎 AI都是大贏家 對啊 然後這個Hinton 這個所謂AI教父 他也再次的藉著得獎的這個機會 物理獎 呼籲跟大家提醒警告 AI所可能帶來的毀滅性的傷害 但其實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 還感受不到 因為現在我們直接感受到 是人類的毀滅 人類對於我們的毀滅 自己毀滅自己 對對對還沒有到 還不是沒有這個間接 不是人類創造了AI毀滅的人類 我們現在是人類直接毀滅人類 然後在同時發明了AI毀滅 未來再毀滅 多重毀滅 但我覺得很糟糕 我覺得今年 所以現在這個氛圍就是 除了有實體世界的戰爭之外 我覺得這場科技戰 這場AI的發展 看起來也是危機重重的 看起來它所可能帶來的衝突 戰爭的危機 可能遠遠大於它所可能帶來的和平 跟對人類生活的改善跟提升 對呀 我們回來講這期經濟選 接下來另一個大題目 是它International的欄目裡頭的一篇很長的文章 談的就是全球選舉年 因為今年初就講過了 今年是歷史上全球民主國家最多選舉的一年 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口 今年都會出來投票 那到目前為止呢 經濟選領統計 已經有67個國家 超過34億人參與了 所謂國家級的選舉 地方選舉不算 那接下來當然還有重頭戲 叫做美國的大選 對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稍微回顧一下 經濟選領怎麼看民主制度 就今年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了 這個選舉出來有選出更民主嗎 對對對 沒錯 它的結論當然一直一喜一直一憂 先講喜的 它從今年以來的這些選舉 選舉當中看到了 民主的韧性 民主的優點 第一個優點是 來自於它看到投票率的上升 因為過去其實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很多國家的投票率都不升反降 對政治對選舉冷淡 但是今年是20年來第一次 全球平均來說投票率上升的一年 這代表著全球公民對政治進程的參與度 提高了 但是投票率上升 我覺得依台灣的經驗 它也可能是一個激化的結果 當你越來越激烈 然後已經到了那種 甚至可能是做票的結果 相互仇恨 OK 灌票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再來第二個是 它滿樂觀的了 他說因為我們現在都很擔心 所謂社交媒體啦 AI啦 各種的假新聞啊 會誤導選民 但是呢經濟學人說 實際上沒有太多證據 來顯示剛剛講的這種情況有發生 因為還沒有啦 可能還沒有到這樣子的普及跟應用吧 再來它也覺得很多國家的辦選舉的獨立機構 目前也整體來說算是有勇敢的在抵禦威權主義 他舉的例子是塞內加爾的最高法院 原本那個那個那個政府那個要說要修憲 然後要延長執政 結果被塞內加爾最高法院駁回 然後整體來說選舉也更加的和平 經濟學人說 OK 所以這是大體上值得欣慰的地方 但是我想問題也很多 都看到了 包括 首先第一個最明顯的就是 還是有很多獨裁者啊 然後再做票啊 操縱選舉啊 他這邊舉的例子是布吉納法索 還有馬力的軍政府 他們要嘛就是投票的時候做票 要嘛就是乾脆就不投票了 無限期延後 再來除了原本傳統型的獨裁者之外 現在也出現了所謂新型的獨裁者 什麼叫新型獨裁者呢 是因為他們用的手段是新的 是跟科技有關的 OK 就會用大量的線上粉絲族群 大量的網軍 然後來採弄民意 最典型的例子 是薩爾瓦多的總統布格雷 很開心嗎 就是那個說要用比特幣 用搶貨幣做為法庭貨幣的 是 就是他就是很 說半天也還沒有啊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啊 而且他比特幣是這樣子高高低低的 對於想要洗錢的人來說當然是很好的工具 很方便 對於那個國家貨幣非常不值錢 常常會一直在貶的國家來說 他當然算是一個不錯的工具 可是整體來說不能用啊 你不能拿去買飲料買菜買衣服啊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新型獨裁者的崛起 當然他說還有另外一個現象就是要 卸任領導人的干預 例如印尼的佐科威 那佐科威是比較特殊啊 基本上就是他的新型 他的兒子是副總統 那個做法跟當年的普丁是一樣的 另外他其實我覺得也很關心的是 歐洲政黨的碎片化 我看到歐洲最近的這些選舉 及右派都聲勢大漲 可是呢又沒有漲到可以全面執政 所以變成他必須聯合執政 那在聯合執政的情況下 又有很多的奇怪的利益交換 所以治理上當然就會顯得更加困難 像法國對不對 沒錯 所以精選最後是說 這也是為什麼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 會是很重要的一場選舉 你最後這個選舉的過程到選舉的結果 你可不可以作為其他全球民主國家的一個典範 至少讓人家 我就是讓你知道我會這個表情 我只是微笑而已啊 你那個叫扭曲的微笑 對啊 不過是真的我覺得對於民主是很不樂觀的 而且民主你講到最底最回饋到民主的誕生 民主不就是用屬人頭取代所謂的比拳頭嗎 對不對 但是你覺得現在的民主有因此而大家比較少比拳頭嗎 有因此放下武器不戰爭嗎 沒有啊 網路上的言論戰算不算一種拳頭 算啊算啊 但是無形的戰爭隱形的戰爭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現在就是各式各樣的戰爭 看得到炮彈的是一種看不到炮彈的網路上是一種 另外用科技的貿易的方式來作戰的也是另外一種 所以事實上都在開戰中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現而已啊 沒錯啊 都是用你還是一樣都是用那種比較有力氣的那一方 用他的方式去試圖去影響去主宰 可是我還是覺得美國這場大選的確還是蠻重要的 因為你看我們講過很多遍啊 美國一直是全球民主國家的示範 你不能說他是典範但是是示範 那過去他們的君子之爭 然後他們比較文明的在舞台上辯論政策 然後比較少聽到關於作票啦 選舉舞弊的指控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 民主制度是可行的 人民之間是可以透過文明的選票 讓少數服從多數和平的政權移轉的 但是2020年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怎麼原來美國的民主也不像我們以前看到的這麼厲害 是啊 所以很多國家會說 你看人家 美國也都會選舉不認賬 對啊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大的 大的就在於 不只是美國自己民主的衰敗 而是說當他已經讓他覺得說 哎你不過如此而已的時候 那其他的專制獨裁國家 那我的也沒爛到哪裡去啊 你看你這個美國號稱民主 民主那個 一天到晚只要有造勢的場合幾乎都有人拿槍出來 這個 這個川普 不是這個周末 又又說有持槍只有在他這個附近幹嘛了 你覺得這是一個民主國家嗎 是啊 所以其實民主也好跟社會主義也好 它都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嘛 那老百姓要選擇什麼樣的制度 還是需要有好的典範在前面 不代表我 我信奉民主之後就一切順利成章 每一次都是和平的 可是你總是要一個好的結果 讓我去覺得這條路走下去是有信心的 然後我是樂觀的 是是是這樣子沒錯啊 所以民主也需要民主的典範 也不是說這個制度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好 就是他還需要有個典範 就算是就像是專制 李光耀走出了一種專制的形象 所以後來被叫做開明專制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的 每一個制度都需要有典範了 那所以呢民主的典範在美國 今年的11月5號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就繼續觀察吧 我們馬上回來 好回到藍燻時間繼續和沈英聰 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那接下來來聊一個話題是 全球核能發電大復興 我怎麼覺得突然之間 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有點像年終專題 有點好像回過頭去整理 今年的一些很總體性的狀況 嗯差不多啦 有點齁 已經10月 他們這個接下來11月肯定 要放下去了嗎 重頭戲是美國大選 然後大概選完 就要Christmas感恩節了是不是 這樣子也有道理 確實這個今年核電真的是 很多國家 尤其最近的現容 光光在一個月內吧 我都記得在我們的節目裡 跟大家講過 第一個是美國嘛 美國連三里島 我覺得這兩個非常的標示 其實就是三里島 因為美國三里島 是在近代當中發生核災的地方 他決定要重新重啟核電 發電機組 然後公微軟 那這個的話 就是前兩個禮拜 日本 日本的話呢 我記得是哪一個縣 總而言之 也就是在福島核災當中 是公磁線還是哪一個縣 他的一個核電廠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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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核電廠也決定重啟 我想這也是一個在近代 甚至近年來發生核災之後 但是他決定重啟核電廠 沒錯 基金權這一期的Vincent的頭條 非常推薦大家去看一看 他有談現在的核能的 整個最新趨勢發展 為什麼就像藍軒剛剛講的 其實核能發現在1990年代以後 這個反核運動非常高張 特別是在歐洲當然還有台灣在內 一直到大概共有2000年這段時間 全球的核能電廠 是在走下坡的 越來越少 可是呢 現在Rising again It's now rising again 那經濟權作為一個圖表 很明顯看得出那個趨勢上的變化 不管是美國 當然特別是中國還有俄羅斯 剛才你講的日本 其實很多國家現在的民意的討論 都倒過來了 除了中國跟俄羅斯之外 7月份捷克 捷克也敲板 排版電案 要投資170億美金 也有一個核能發電的計劃 其實這個核能的趨勢不是今年才開始的 早在去年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在杜拜的這個Cup 2700 你看 最後大家就簽索了而已 所以之後 有20個國家就在那裡說 他們要 目標之一 就是要推廣核能 目標要在2050年 把核能發電的比率提高三倍 不是比率啊 發電量提高三倍 這20個國家 所以上個月Cup在紐約舉行 這20個國家 又再度重申 他們這樣的目標不變 所以意思說 不管你不贊成核能 核能現在在全球已經出現了一個復興的現象 而且歐盟 我記得在今年年初 很重要的就是 就要把這個河南列為乾淨能源嘛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也是一樣 因為我覺得這個 如果 因為我覺得大家在 反核跟永核的過程當中 可能都沒有說 就是真正 如果要討論前面那一波的反核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都曾經是反核 為什麼 就是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看先前 它發生了幾次核災 它是一個非常的影響性大 所以我覺得 每一次的能源的運用 是它有一波又一波的 它當初的時代的一些狀況 跟所謂的故事吧 當年就是日本 就是美國的三里島 以及烏克蘭的 車諾比事件 那這兩個事件 會影響到那一代人 就是文和色變 那我們都算是在那個時代 後面一點點出生的人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基本上年輕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這個核災實在太恐怖了 所以呢 那個時候台灣才會有所謂的 反核公投啊等等 但是第一個是科技會進步 第二個是時代會援揚 所以這對新一代的年輕人來說 大家去認知能源的時候 科技的進步已經 處理了一些跟核災有關的事情了 那雖然日本 它是一個最近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因為臨近它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有比較強的 這個反核的心態 我就比較可以也可以理解 但是呢 在時代跟科技的進展上面 這部分來看 你連歐洲它是最受烏克蘭影響的 成文比世界 美國是直接受山立島影響的 當他們都重新去思考 就他們 我是覺得你應該用個理性科學的方式 然後就是說 不是所有事情是永久不變的 我覺得當他們都會回頭去正視 真正的新的能源在產生的時候 其實台灣沒有道理 在這個地方 自己被自己的意識形態捆綁 就是你 你並不是一個面對真實 或是面對理性的一個國家嗎 不是嗎 當然 核電也不是全然沒有缺點的 當然 其實有一點到包括第一個 當然你剛剛講的這個安全上的疑慮 沒有錯 現在核能技術是非常的成熟 它的安全性相對比過去高很多 新一代的核能廠 可是呢 大家對於核能安全問題的疑慮還是存在的 而且在很多國家還是很高的 這個部分在未來發展的時候 肯定也是一個阻礙之一 我覺得尤其是核廢料 怎麼處理是一件事情 沒錯沒錯 經濟學也點到核廢料的問題 你要處理 不但複雜你要放哪裡 而且成本也非常的高 這是未來的潛在風險之一 更何況要蓋一個核能電廠 也是要很多錢 你看我們的核四 搞了這麼多年 花了這麼多錢 原因就在這裡 但沒有辦法 現在大家為什麼會讓核能復興 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你要減碳 你傳統火力電廠的污染問題 是已經大家是共識 所以你怎麼找到比較不污染的能源 讓大家可以接受核能最後是脫穎而出的選項之一 再來第二個也更重要的是AI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AI的興起 它需要大量的演算 需要大量的資料中心 大量的surfers 而所有的演算的背後都需要有電力 那為什麼需要電力的時候會需要核能的 因為核能有兩個重要的條件 第一個它的供應穩定 它相較於其他乾淨的能源 風電啊 太陽能啊 他們沒有太陽就沒有電 沒有風也沒有電 就算能儲存 儲存量也相對是低的 所以核能電廠是相對可以全天後都穩定供應的一種發電的方式 這是資料中心 Data非常需要的 總不能說晚上睡覺的時候 手機就關機 這個電腦就完全暫停運作 不可以使用AI 不可以使用Chash GPT吧 所以第一個 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第二個是規模 那因為核電廠的發電量大 要知道現在Data Center是很耗電的喔 今天舉個例子 今天就說這些AI的Data Center 最高的發電量的需求可以到達多少呢 一年會需要到一百萬千瓦 一百萬千瓦 大概一百萬千瓦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之前不是有核四嗎 核四的總發電量是多少 就是250萬千瓦 所以等於它需要 三分之一 所以意思是說 一個AIData Center 如果它真的很大的話 它大概就會占掉我們核四場 將近一半的發電量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想想看同樣的發電量 要多少塊太陽能板 要多少的鋒利發電機 才可以來滿足 所以那幾乎是任務 你不能說不可能 但任務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相較之下 核能電廠是一個最核能的 合理的選擇 更何況平均來說也比較便宜 這也是為什麼你剛剛節目有講到 微軟啊 現在要重啟三里島的其中一個基礎 可是呢經濟選擇是說 這重啟基礎固然是一個 比較省錢的好方法 不用重新再蓋嘛 可是美國沒有太多這種 可以重啟的 可以重啟的是德國 是歐洲還有日本 所以美國也要新蓋啊 要新蓋 而且會有一種 我們現在叫做 小型模組化的反應爐 嗯嗯 很多 就像Google啦 Oracle啦 大家都在砸錢 想要做這個事情 去研發 所以 當然這種小型核能機組 會比傳統核電 成本要來的低 也可以更快 機動性 就是建造的速度很快 然後包括比爾蓋茲 這其實也在八月份 破土新建的第一座 所謂的SMR廠 所以這個都是目前 核能發電最新的發展 嗯 而且我覺得除了你剛剛講到的 第一個穩定性 第二個供電量 比較規模大 再來就是它的成本之外 我覺得對台灣來說 有一個跟日本最接近的理由 就是你的能源自主性 因為我們都是幾乎百分之百 幾乎是百分之百 都只能夠靠自己 我們是個導火導鍋 自己自足的 這個電網 我們沒有跟任何的陸地連 我們真的要跟陸地連 最近的是大陸 你要跟他連嗎 所以 而且 所以這樣那個重點在於說 如果一旦發生 周邊有事的時候 日本也擔心 我們也擔心 但我們反而是 那麼的高度以來 50%的天然氣 這個天候一不好 一怎麼樣的被封鎖 然後可能 這個天然氣 14天就用完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不合邏輯的討論 就是了 沒有辦法 其實我們現在講AI 未來整個AI的演算 可以說得電力 只得天下 是啊 那我們自己 我們又是號稱一個AI島 晶片島 然後反過來說 我們的能源又這麼的 仰亮 看老天 看老天太陽怎麼樣 風怎麼樣 然後呢 天然氣進不進得來 這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 荒謬的一種討論方式就是了 嗯 好啊 那就是這個樣子囉 今年呢是全球核電復興年 除了台灣之外 我們繼續回到現場 好 回到藍學時間 繼續和陳雲聰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好那最後一個話題很快的來聊是經濟指標的公佈 對因為我覺得我們前面的話題太重了 現在剩一個時間 我聊一個輕鬆一點的話題 好 現在的股市大家有沒有發現 哇一下子大漲一下大跌 然後通常大漲的原因都是 啊這個美國會發布什麼數據啦 然後造成市場不看好啦 對不對 或者發布什麼數據啦 然後市場很樂觀啊等等 所以經濟學人這一篇 這一期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啊 點出 為什麼現在的經濟統計數據的發布 越來越受到市場的關注 因為呢過去這一年來他就發現 美國的債券市場啊 會在重要的數據發布 或者是美國聯準會發布他的貨幣政策 之後出現了極大的波動 是平常沒有數據發布的時候的量倍 這是債券市場 而股票市場呢的波動幅度 也比平常要高出三分之二 那為什麼 好問題啊 就是說代表著現在的市場啊 對於這些數據的結果是比較依賴的 那為什麼 好為什麼因為第一個 他說跟過去的這段時間發生異常的經濟環境有關 從疫情啊到這個中美貿易戰啊 地緣政治等等 這都是過去比較沒有經歷過的 就變數變多了 是變數變多 所以大家都沒有指標可以參考 所以更需要 欸官方你們是給我什麼樣的數據 這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是跟高通膨有關 嗯 就是當物價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其實高高低低 大家不是那麼關心 嗯 可是當物價是在很高點的時候 大家其實非常關心 風吹草動 是是是是是是是 沒有錯是格外的敏感啊 再來第三個原因 呃 其實也跟現在 呃 環境變化這麼快 呃 很多的統計數據也不再像過去這麼可靠有關 很多的數據可能跟不上 很多數據可能沒有辦法完整的呈現實際的經濟狀況 所以大家其實心裡是充滿了不安的 也因此他們必須更加密切的去關注各種各樣的數據 但是又不見得可以作為十足的依靠 又要必須去看 還是得看 還是得看 好矛盾啊 而且很多的數據啊 大家回頭去看經濟去發現 經濟去發現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呃 這些數據不管是消費者物價指數啦 還是通通還是就業率 呃過一段時間後都會回頭去做修正 那對對沒錯 那目前 這這段時間那個修正的比率跟頻率是非常高 而且付出是大的 所以大家可以把這個品質是那個 所以呃這是有這麼一個現象啊 不過呢經濟權自己是認為啊 這是現在但如果再過一段時間 他覺得就不會這麼的明顯 為什麼因為第一個他認為 剛剛不是講統計的數據品質變得比較不好嗎 但是現在也因為不好就誕生了很多民間的統計機構 所謂的第三方數據的重要性也就會提高啊 彌補了官方數據的不足也會取代掉 官方數據的重要性 嗯再來第二個 呃美國的經濟現在高通膨拜登時期疫情期間也就罷了 接下來經濟權認為會逐漸的正常化 那正常化之後 那大家對於市場重要數據發布的關注度就會下降 嗯OK 所以總的來說呃目前市場上有這個現象 大家可以呃稍微參考一下 嗯 所以但不用太怎麼說 簡單講我就經濟選人說過一段時間就好啦 啊哈哈 意思就是說以後呢大家就會不用那麼的敏感了 這個對於市場的高高低低 所以對數字就不會那麼的緊張了 嗯那就算如果你真的要緊張的話呢 多方參考一下 聽起來是一個比較保險的 就是我覺得對對一般的散戶來說是一個 是一個提醒啊 嗯 呃因為沒有人知道明天開盤的股市是漲還是跌了 嗯對啊 嗯 OK好非常謝謝沈雲聰帶來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謝謝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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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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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